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的主人公叫朱汉斌 他是五代时期的一个官员 经常救济穷苦的人 他到平阳上任的时候 正逢天汉 就亲自到寺庙祷告求雨 果然不久就下了很大的雨 庄稼都丰收了 后来他告老还乡了 还是经常出钱帮助别人 小朋友们 你知道汉斌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都帮助了哪些人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安安静静听故事 汉斌会人 五代时期 后梁有一个名叫朱汉斌的人 朝廷先是认他为陆州的节度使 接着又派遣他到晋州去做官 朱汉斌为人十分的重义气 并且在他做官期间 经常给穷苦人家送去钱财和衣服 因而人们都非常的尊敬他 朱汉斌在去平阳商认时 身边仅仅带了一名家童 连轿子都没有做 就骑着一头毛驴出发了 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城门前 看到平阳的县令 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在城门前等候 朱汉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便上前询问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摆了这么大的阵势呢 县令见来人气度不凡 便上前客气地说道 今天节度使大人会来本县上任 我特地在此迎候 不知道您在路上 有没有见到他的遗仗啊 朱汉斌奇怪道 这一路上就只有我和家童两个人 您所说的节度使是哪一位啊 县令回答 就是新上任的节度使 朱汉斌大人啊 朱汉斌停后 立马就下了毛驴 朝县令走去 哈哈大笑道 代下正是朱汉斌 人们看到这位骑着毛驴的人 竟然就是节度使大人 不禁多吃了一惊 纷纷一论 他怎么连轿子都不做 身边也没有多少人跟随 他可能是一位亲政廉洁的官呐 县令连马朝朱汉斌 拱手施礼 惭愧地说 属下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大人恕罪 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朱汉斌停后连连摆手说 哪里哪里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用不着这么拘谨 在人们的拥促下 朱汉斌一行人来到衙门里 顾不上休息 朱汉斌马上命令家童 去打探平阳的状况 然后回来向他禀报 没过多久 家童就回来了 并对他说 大人 您还不知道吧 听说您来上任了 连蝗虫都吓得飞走了 人们都说 是您给靖州带来的福泽呢 朱汉斌点点头笑道 黄灾平息了就好 我只盼着百姓们 都能安居乐业 若能造福一方百姓 也不枉我活这一世呀 现在我们再出去 探访一下明寝吧 说完 他就带着家童出门了 很快 他俩就来到了田店里 看到庄稼都枯萎了 土地也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后 朱汉斌不禁皱着眉头 对家童说 黄灾刚过去 现在又闹起了汉灾 百姓的日子 还真是不好过呀 你去看看 谁家粮食不够吃 统计一下人数 然后就把家里的米面 分给那些人家吧 吩咐完家童 他就独自朝着龙王庙走去 到了那儿后 他立即点燃一炷香 接着就开始默默地祈祷 龙王爷 平阳如今遭逢汉灾 百姓的庄稼都被毁掉了 眼看着就要断了口粮 您大慈大悲 快快下一场雨吧 死后 除了处理公事以外 朱汉斌每天都会坚持来庙里 替平阳的百姓向龙王求雨 就这样 他连续祈求了一个星期 终于在一天午后 天空开始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过一会儿就下起了轻盆大雨 百姓们都跑了出来 高兴地跳起了舞 纷纷说 朱大人真是老天派来的 青天大老爷 他一来这儿 不仅蝗虫飞走了 而且天也下雨了 真是百姓的福星啊 由于雨量充足 今年庄稼的收成很好 看着百姓们一个个都能够吃饱饭了 朱汉斌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 后来朱汉斌在高老还乡以后 仍不忘救济穷苦人价 如果有办不起丧葬的 他就帮助别人买棺木 若是有办不起婚嫁的 他就出钱帮助别人办喜事 很快 他的事情就在民间传开了 老百姓们一提起朱汉斌 都会赞不绝口 小朋友们 汉斌的故事 晓晓老师讲完了 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忠秘之人 他为官青年 不讲究排场 且爱名如子 不怕辛苦 上任时 他骑着毛驴带了一个随从 遭逢干旱 他替百姓求雨 高老还乡后 遇到办不起丧喜似的 他就主动出钱帮助他们 可见 汉斌真的是一个仁义之士呀 所以老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把他当作青天大老爷 小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这样的人学习呢 从小培养乐于助人 关爱他人 种义气的好品质 长大后啊 才能成为一个忠于国家 热爱人民的人义之士 但小朋友要注意了 在古代啊 因为科技不发达 人们都寄希望于神灵 所以就出现了祷告求雨 求神保佑的现象 小朋友们可不要被这些 有关鬼神的言论给迷惑了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